东海高中汽车科学生陈伯达 2020年取得第50届全国技能竞赛金牌 当时获得总统蔡英文的接见与鼓励 让他更加全心投入 今年10月中旬 在瑞士举办的第46届国际技能竞赛 汽车板金直列 陈伯达不负众望 一举夺下世界铜牌的殊荣 让全校师生都余有荣誉 在我们汽车板金的部分 已经连续三届都荣获全国 不论是金牌或是银牌或铜牌 那今年真的非常的高兴 我们的陈伯达国手 参加世界的技能竞赛 勇夺铜牌 这个全国上下 还有我们的全校师生都非常的开心 师父临近门 修行在个人 其实我们很骄傲的是 我们的老师们其实一路上 都陪着陈伯达 就算他毕业了之后 也一样陪在他身边 然后持续的跟他一起做练习 很荣幸可以沾这个光 那递创了我们学校的校室 我们竞赛的校室 这个是非常非常难得的殊荣 陈伯达从进东海高中那天开始 就清楚自己的志向 再加上汽车科主任的慧眼 把着他成为选手 并寻找各种训练的资源 让他更专心投入汽车板金训练 与技术的提升 一些指导老师和车厂师傅 谢谢你们 在这段时间 指导我教导我 然后和主要的是我的爸爸妈妈 感谢爸爸妈妈说 在背后无形的支持 这让我很感动 我想给学弟妹们 鼓励的话就是 在想要做和不做的时候 做就对了 相信自己一定会成功 东海高中60年来 为台湾基职教育 投入无限心力 协助学生发现自己 展现自信 如今透过陈伯达国手获奖的经验 足以给选择 技职的学弟妹最大启示 只要相信自己 坚持到底 成功就在不远处 记者伦宏采访报导